到了 建築物真的非常的有藝術 是不是 就好像一個螞蟻窩一樣的感覺 是不是 來 走 我攝影機帶著 操擾你了 導演 對不起 我剛剛只用了一塵力 我沒有練過了 嗨 這是你朋友啊 是啊 我的朋友 你好 洞穴的感覺 你好 蟻窩的感覺 真的是一個蟻窩耶 這是一個被大自然包圍的 一個咖啡室的感覺 蟻窩原本是這裡的裝置藝術 後來被打造成蟻窩咖啡 提供簡單的輕食 飲料 還有販售一些文創小物 也常常舉辦藝文活動 是個多功能的小天地呢 哇 太美了 這裡很有氣氛耶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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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導演 導演 那我來喝口茶 好冰啊 真的很解渴 這個蜜香厚茶 剛才我們去那個森林步道 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全長13公里 全台灣唯一的 你整個在那邊拍 一整部電影都OK 對 來… 我幫你拍… 我不能吃東西 可以 我幫你拍你吃… 拍你吃… 一 二 三 漂亮… 這什麼 番茄 焗烤厚片 導演不是要拍嗎 好吃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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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當初 拿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就問我要去哪裡拍 我就說第一手捲就是花蓮 因為花蓮有太多地方很漂亮 而且進去我們進後製 根本都不用調光 光得太漂亮 你看那個綠油油的草地 對不對 後面還有很多那個什麼 什麼 猜猜一下 什麼 什麼 群山環繞 對 群山環繞 還有漁路寮繞 而且你知道在這個 乙窩咖啡這邊 我覺得你好像有要暗示我什麼 什麼 就是你要暗示我說 我要辛勤的工作 將來好過冬 螞蟻的意思只有七天 真的嗎 這麼早 你等我等了七天 七天你就回來了 不會了 記得要來找我 會… 我會來帶你 謝謝導演 爸爸那你想太多了 我帶你來這裡純粹是因為 想要喝個下午茶 順便看看風景 累積我創作的靈感 休息充電等等好繼續上路了 對了 這裡還可以放風箏 看看這天上的風箏 拍起來是不是很有感覺